全球低息环境持续,通胀升温,砖头仍有价有市,即使本港近日股市波动,租金回报低于合理水平,投资者仍视物业为抗通胀的理想对象,外于近年本港物业供应有限,新盘变得更加抢手,综合市场及发展商最新消息作统计,8月至年底的5个月里, 潜在新盘供应有近1.1万火,集中在新界区,料可减轻供应不足压力,业界估计,今年如下时间料新盘单位需求更重,市场购买力将继续爆发,到今年底楼市表现维持升势,全年楼价将升一成,综合各大发展商及市场消息统计,下半年将有5个预千火大型新盘部署推售, 包括天水为Wetland Seasons Bay,1,224火,将军奥石角路1号,1,556火,火炭升海堤岸,1,335火,元朗站The Yoho Hub第B期,1,030火,及敢上路站项目,约2,200火, 势必抢占市场焦点,上半年掀起名人入市效应的黄竹坑站港岛南岸项目,下半年可望推出第二期羊海,提供600火,加里,顺治及港铁合作发展的羊海, 由两座分别,24层及29层的大楼组成,户型一房至四房,面积320方尺至19101方尺, 项目尚未获批预售楼花同意书,将于获批后尽快推出,定价将参考同区项目价格,考虑到景观及发展商品牌等因素再作调整, 预料港岛南岸第一期进环会成参考对象,翻查资料,进环首张价单折十平均尺价高达29,689元, 意味价单尺价很可能超过3万元,随着团马线开通,新界区一手盘的需求与日区增, 新地日前公布天水为湿地公园住宅项目Wetland Seasons Bay第一期项目, 互形提供开放式至四房的多元化间隔,面积由约270至800方尺不等。 项目准备工作进展符合预期,最快周内上载留书,最快8月上旬开放示范单位及开架。 此外,千火大型新盘也将应市,中洲发展火炭星海提案也准备好于短期内推出。 项目提供1335伙,代获批售楼纸便会开始推售。 项目户型包括开放式至四房,另设特色户,当中1至3房占9成。 1房由330至390方尺,占约29%,2房由460至580方尺。 占约34%,3房由670至950方尺,占约28%,规模较小的项目也同样下半年陆续登场。 消息指清衣新盘惠南已批语售楼花同意书。 最快8月开售,惠南位置坐落辽土路8号,涉约320伙,标准楼层提供开放式至1房间隔,面积181至257方尺。 短期将公布部署,行基发展的启德The Henry II,项目已获批预售,提供301伙。 发展商曾表示,将于一期单位接近沽清后推出。 感谢观看